话题来关心日本自民党第27任党魁由岸田文雄胜出 他也将出任日本新任的首相 而没有想到其实他跟台湾还有着一段渊源 在1895年到1899年间 岸田文雄的曾祖父曾经在基隆经营服饰店和赤茶部 当时维多利亚市的建筑现在都还大致保留下来 也成为城市发展重点保存对象 典雅的维多利亚市建筑做洛基隆新二路与一二路口 但没想到这个建筑居然是将出任日本新任首相的岸田文雄曾祖父留下来的 老一辈知名还有印象这个萨嘎汤古建筑以前是布庄 交隆市长林又昌也在脸书发文 表示将出任日本下一届首相的岸田文雄他的曾祖父 1895年到1899年曾在基隆经营岸田无福店与岸田吃茶部 翻开国家图书馆资料 电报上头还真有名岸田多一郎经营无福店的资料 当时棋盘市街道地图也可看到岸田无福店 彩色首绘街景照片也可看见醒目的维多利亚市建筑 那现在是作为一个洋食的一个餐厅 还有我们大家基隆在地很知名的这个自立书店 那其实现在建物基本上也都良好 我们市政府也会协助做老屋新利 跟他的一个再利用 将出任日本首相的岸田文雄与台湾有一段约缘 也让原先的台日友好更上一层楼 记者蔡俊恒金融报道